三个标题就是淡水线跟中和线 现在中和线也不叫中和线叫什么蓝四角线 现在线已经太多了 那要把这几个三个标题怎么样呢 做前后都有 把这个复制过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 右键复制也可以 不过我的习惯是用那个选它就按Ctrl键 按下Ctrl键拖拉过去就复制了 按Ctrl键然后拖拉之后 这边就多一个了 这比较快一点 选它之后按Ctrl键然后拖拉过来 这样会比较快 选它按Ctrl键这样就好了 OK 好那选完之后左右都有小图示之后 它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前后段距离都要设置为什么呢 就是前后段距离为自动调整 左右各缩排一公分 然后标题图片对齐水平 特别注意水平跟垂直都要不是只有水平 它这边有个水平还要有个垂直 垂直的对齐方式前面有讲过 第202题也有就是字的一般是水平的方向 如果垂直的话它有一个地方要去做设定 所以我们分别来做这几个动作 首先这三个标题一起选取 一起选取的方式你可以选它之后 这样选选这个段落按Ctrl键 再选一下按Ctrl键 把这三个标题都选取来 选取来之后的话呢 再到段落里面点这个标签 然后呢前后段距离要自动 所以你这个原来零行你把它往下一下就自动了 往下就自动了 OK自动完成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左右缩排一公分 缩排的部分呢一公分就输一 然后呢2010的版本一定要输入中文的公分才可以 那旧版是打Cm也可以 那把这个复制一下 左右都一公分 左右都一公分 再来的话还有什么呢 对齐方式 那对齐方式我要自中 这个是水平的自中 一般对齐方式这个是水平 那垂直的在哪里呢 在中文印刷样式 里面的什么呢 文字对齐方向 这个地方有个自中 这个自中才是垂直的自中 特别重要以后你们在找垂直的自中的时候呢 记得就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那个对齐如果没办法 刚好在正中央的话看起来很丑 比如说你会发现呢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如果你把它自中之后呢 水平自中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字在图的下方感觉怪怪的 很多人我看他不会调整 所以会变成字刚好在下面 那有人怎么办呢 又乱调 就调到最后呢 就调到最后呢